大家好 我是钱子 踢台震惊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快按右下角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锁定踢台震惊化 我们一起追正下 加油的智选团队 大家给个欢呼声 还有我们看到 市府团队 李世春副市长 还有这次 叶光师副市长 谢谢 以及我们所有这次 好各位各位 如果你现在看到 是光荣崛起 这个高雄高雄中心的现场 在微笑公园 刚刚韩国瑜在台上领唱 唱带领大家 唱一首女行的翅膀 而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包括了 韩国瑜静总的主委 朱立伦 以及前内政部长李洪源 还有包括了国民党副主席 郝龙斌都站在台上 也来这个感受一个 国民党空前大团结 这样的形态 包括问一下宏廷 在过去 大家都说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 没有这么的团结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感受到 团结的气势出来了 我觉得其实坦白讲 本来国民党就面临到 这个选境的这个艰困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再加上选举 本来这个所谓过去大家的一些疑虑 这些部分就会开始慢慢的线缩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最近在讨论政党票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的小党非常的紧张 甚至包括柯文哲的台名党 他也非常的紧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的这个场子 越来越热 那国民党的所谓的过去很多的 所谓的前辈们大佬们 慢慢的都开始在回流 那他开始在所谓的台上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 其实最重要的力量还是什么 还是基层对于这个团结 跟基层对于这个民进党 过去在执政上面的这些问题 不管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像是在留子孙 又在突破举债上限 或者我们针对所谓的这个司法 你可以看到蔡碧仲 在这个讲话的过程中 违反了所谓的这个行政部中立 你可以看到陈思梦 在所谓的这个监察院的这个身份上面 讲了这些的话 我相信民众的力量 迫使整个中国国民党 要团结起来去对抗民进党 好 我们现在韩国瑜正在说话 我们来赶快听听看他要说什么 谢谢来自海内外 今天一起来高雄 参加我们南方崛起 光荣高雄的周年庆 谢谢全国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 朱立伦 朱前市长 谢谢郝隆斌副主席 谢谢李鸿源部长 谢谢我们高雄所有的最可爱 长期一直在默默服务高雄 我们高雄市国民党所有的议员 谢谢他们 谢谢从台中 一生敬奉妈祖的我们言清飘 言董事长 也要祝福 也要拜托大家 我们高雄市国民党所提出来的 八十立法委员 我们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好不好 邀请阿喊 也要欢迎从屏东 屏东赶来的我们立法委员候选人 叶寿三 谢谢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今天刚才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没有告诉我要唱歌 害我没有把歌词背起来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 我们南投神力女超人 我们许竺华委员 也要谢谢我们全台湾所有各县市新闻局长 长相第一田 问证第一兄 发言最有力的王浅秋 王局长 我们陆淑美副议长 还有我们许昆元议长的夫人 谢谢 谢谢各位乡亲 谢谢各位海内外这么多的好朋友 今天来到我们高雄 今天来我们高雄 参加国瑜就职周年庆的南方 这个崛起光荣高雄的大游戏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人潮整个看不完 从这里出发点 一路延伸 人潮 眼睛完全看不见 看不见 有这么这么多的人来参加 高铁 斑斑克马 捷运 斑斑克马 昨天晚上高雄的饭店 全部一防难求 今天晚上高雄 所有的饭店也是全部的拳内打 各位乡亲为我们的热情掌声鼓励下包 光荣高雄 高雄加油 高雄加油 光荣高雄 光荣高雄 谢谢 谢谢高雄乡亲 给韩国一个机会当上高雄市长 明年 明年 日据时代 高雄怕高 正好 简直一百周年 各位亲爱的高雄乡亲 一百年来 高雄从来没有像今天 像此时此刻 让全台湾 全世界 这么这么的注意 一百年来 高雄市从来没有在台湾 在全世界的华人圈 像一颗巨星一样 冉冉崛起 高雄乡亲 为自己掌声鼓励下包 高雄最棒 邀请阿喊 荣耀高雄 高雄加油 谢谢 亲爱的280万高雄乡亲 所有外漂海漂的高雄子弟 这是一个最难得的一刻 我们一年来 韩国瑜的市府团队 加上高雄市民的共同努力 我们插亮了高雄的招牌 我们让高雄人的光荣感 自信心找回来 我们不像民进党 蔡英文总统执政了三年半 总统投票还有20多天 突然宣布 要大南方的开发 突然宣布 要开始重视南方 不是的 我们一年来 大家全体的努力 现在全世界华人 向高雄乡亲报告 都希望 来到高雄看一看 从现在开始 未来20多天 会有上百万人 上百万人涌进高雄 来这里观光旅游 来吃一吃 来看一看 来感受高雄风景之美 来感受我们高雄乡亲的热情 我们给他最温暖的欢迎好不好 高雄光旅游 高雄光旅游 从这个一刻开始 从明年2020年1月11号 如果各位乡亲愿意支持韩国瑜 选上总统 愿意支持我们台上 九位立法委员 高雄八位 屏东一位 愿意支持 所有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员 我在这里向所有南台湾 以及高雄乡亲保证 未来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发展 一定会重视北部 重视南部 南北平衡发展 一起来拉动 带动整个中台湾起来 好不好 好 高雄加油 台湾加油 我们不能像过去几十年 都是重北清南 所有在高雄当过市长的人 时间一到 拍拍屁股就走了 现在我们面临到全国最高的负债 高达3300亿 每一个高雄市民 从出生下来 就背负了八万八千块的负债 这样子做 对高雄市民是不公平的 未来韩国瑜当总统 国民党的立法院过半 我会全力的配合立法院 我们未来台湾的整个发展 一定要南北平衡 带动中台湾好不好 好 南北平衡 谢谢高雄乡亲 也要谢谢今天 很多来自海内外 全台湾各地的 到了我们高雄 参加我们高雄光荣的游行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所有海内外的好朋友 各位高雄乡亲 2020年1月11号 这场选举非常非常重要 台湾的面前 有两条路去选择 一条是光明的道路 一条像过去三年半 黑暗黑暗无比 黑暗无比 黑暗无比 一条是发财有钱的道路 另外一条像过去三年半 经济萧条 人民困苦不安 另外一条充满着希望 还是另外一条像现在 过去三年半一样 我们走在一个 感觉不到未来 有希望的道路 各位乡亲 我们这两条路要去选 我们要选择一条彩色的路 还是选择一条黑白的路 如果各位乡亲 觉得过去三年半 民进党执政 台湾人民安居乐业 台湾经济繁荣 台湾社会治安良好 台湾的外交通行无阻 海峡两岸 能够和平繁荣交流 民进党执政的这么优秀 拜托各位乡亲 你们一定要票投蔡英文 如果日子过得这么好 怎么能够不投他呢 如果各位乡亲 觉得过去三年半 我们台湾充满了苦 充满了闷 我们感觉不到未来有希望 我们看不到台湾下一代年轻朋友 有未来 我们感受不到经济繁荣 我们感受不到外交能够突破 各位亲爱的乡亲 请票投韩国瑜好不好 票投韩国瑜 韩国瑜 斗杉 韩国瑜 斗杉 国瑜 韩国瑜 斗杉 斗杉 韩国瑜